六强出入后 几个跟另外四位即将挑战败布复活的战友们 马无停蹄开始第二次的培训 全力为7月2号的终极挑战备战 时间有限 走 一起跟他们上课啦 当初所有主播新世代的参赛者呢 他们都是用一分钟的视频 来让评审呢 海选的时候选出他们 那在总决赛当天晚上呢 他们最后也是要用一分钟 来让评审知道他为什么是冠军 因为现在的人 很多人就缺乏爱 关怀以及希望 我希望通过我在你的荧幕前面呢 可以把我的温暖传递给眼中的你 难道实际上那颗语音也没有很好 现在有很好吗 也没有 你的一分钟准备的内容 大概会强调在哪一个部分 今天呢我们也会凭这个一分钟呢 来给他们做一些pollish 希望说到时候呢 他们可以看到他自己在当初 前一分钟跟最后一分钟最大的差别 是的 根据科学家的研究呢 大航风它的身体构造 与一般会飞行的生物来得不一样 因此就断掉了大航风不可能飞行 你自己觉得你可以做得比这个还好吗 会 我觉得会 你为什么要想那么久 乖 对不对 选我 我自己要想给你们看 最后一句 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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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以前没有包袱啊 包袱吧 我什么都敢做 如果现在叫我做的一次性 其实是有难度的 会吗 感情怪怪的 不会啊 可是可爱啊 所以我希望可以进入这个比赛呢 希望还有更多更多更多前程可以让我走 很好笑哦 因为我觉得那时候的组织能超差的 然后我识穷到变成更多更多更多 觉得那时候的自己很青涩 我觉得太稚气了吧 我觉得很好 在跟他们算是run了一个round之后 我今天其实有失望 很多个反而到后来modify了之后 他的一分钟 比他原先那个还不如 想从一名主播 首先同条信息最重要 这一点可难不倒我哦 你听出来了吗 是在十强 一直到今天 以你的水准我不觉得他是会有空白的 为什么你会让他最后空白了二十秒 一个十九岁 嗨 各自爱 爱你奇怪 他就是 怎么那么大的感触 知道耶 就是一个那种怀抱梦想 那种热爱跟热血的那个我 内容不够扎实是一个相当 相当大的问题 因为到时候 你要怎样在这六个人当中 告诉评审 选我 而未来马来西亚的媒体发展和传播实力呢 就掌握在您手上的这一票了 希望很快能回国和大家分享更多 我在上海的经历 拜拜 导师的口中对你的评语都不错 可是如果真的要挑的话呢 就是你的口条还是稍微淡一点 大陆口音 来到了今天 整个比赛差不多要结束了 我觉得那个想法跟念头还是那么的坚定 如果说每天只是起床吃饭工作和睡觉 那我们活得有什么意义呢 其实我觉得有一点奇怪的就是 以你的年纪跟你的资历 你应该懂得更多 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你还是比较局限 其实我们跟槟城蛮像 只是我们的村长买屋子不会上报纸 谢谢 基金天气又不寻常 来了这边 来了祖国新世代 我才发现原来 咬字这些东西 其实好像这个视频真正完全听得懂 只有我一个人罢了 我觉得 因为你讲的东西不能只是你自己知道 就像你刚刚说的 所以你也需要去了解人群 你也需要去买堆 人生很多时候都只有一次的机会 这一次决赛没有take two 你要就卯足了劲 拼 加油 所以今天的这个课程里面 我会针对你们之前的一些影片 我们来检讨你们的问题 停一下 就是说你在讲到你的家庭的时候 应该稍微有一点激动 很多东西是可以变化 但是你没有把握好 好不好 OK 停 来 你讲一下你的情况 俊正 那时候是很慌了 然后同时因为要讲讲这种影片 然后我就变成一种过程是 一直不停在翻译来翻译去 所以就棒了 两种语言是你现场才知道 你需要讲两种语言的对不对 对 你当时候你去到那边 然后你就看到又马来人又什么人 这全部是你自己拉来的 对 你的样子 知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你的样子好像那种 很严肃的吗 太严肃了 对 所以这个东西你看一下有什么办法吗 要不然看起来你就是有一点 很难让人家靠近你的感觉 就是有一点可惜啦 我是觉得 好不好 这个影片呢 看起来好像没有怎么样 如果我们要对你要求更高一点的话 你的江湖味太重了 江湖味的意思就是说 你这个人到底 好像要信你好还是不相信你好呢 问题是你的内容 太空洞了 其实地外表你有了 那个架势你也有了 什么都有了 躯壳你有了 灵魂不知道去哪里 灵魂你是做主播做到太 连哪一个镜头在哪里都要 知道吗 你是太多的害怕了 你知道吗 灵魂 因为你不能输 所以因为大家都看好你 工整到大家有点为你担心 你要怎么突围呢 六强当然是没有问题 但是距离你的第一名 可能就有问题的 慧慈 你在讲什么 那个 我觉得你的那个内容的陈述 让人家有一点点的混淆 你那天去的时候 有这么好的题材 为什么不好好发挥 你不是被车撞吗 你先讲自己的故事 你那天被撞到这样子了 你应该先博取大家的同情 你很长期了啊 佩宇 你就是 他在讲东讲西讲了一堆东西 又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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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错 没有讲不好 你也是很真诚 但是问题是 你太乱了你的东西 有这么好的题材你没有发挥到 你有太多太多很奇怪的情绪来干扰你了 一开始你讲的不好 你就很不爽了 但是你这个不爽不能够一直延续下去 它会影响到你后面的那个表现的 那时候就是走来走去 然后当我看影片的时候原来是这么的晕 好 请坐 谢谢老师 你知道为什么刚才你的影片我不要讲吗 你猜一下 我觉得真诚吧 这个东西 很好 你都讲到重点了 所以你自己看你的影片 你都做的有的没的东西 花俏的东西你都做一堆 第一个辩论环节 我让大家来谈论 就是实事造英雄还是英雄造实事 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一个英雄 但是必须要有一个时间 一个情势把它逼出来 那个才算是真正的英雄 英雄这两个字呢 其实就是在我们生活中 生活中就是为社会要做出贡献的人 那我觉得这个例子 反而就是印证了我方的论点 好辩论哦 怎么会这样 就是这样 是怎样的 我自己本身觉得 他 是的 所以英雄就是 他会 就是 那个英雄 训证的就是 我看得出你就会举很多例子 从刚才到现在 你都很多的故事很多的例子 从以前到今天 比如说东方有黄金起义的时候 才会逼出了刘关张 拉到西方的话 有美国 南北战争的时候 尤尤尼西斯格兰特将军 我觉得做女人比做男人做的事多很多 所以做女人比较累 但做女人更累的体现在哪里 在更的表现在 你每个人都很累 但是更的表现在在哪里 等一下我在陈述我的观点 哈哈哈哈哈哈 这是了解 你一直陷入那种 变 你想什么我就要顶你啊 我要想办法什么 这样哦 你所谓的更就是在于 为什么女人更累呢 真正是因为我们处在一个男权社会 累的不是男人或女人 累的是 carry着那个 那个角色 我觉得累的是一个角色 你的立场是 你是觉得男人比较累 还是女人比较累 呃作为一个东方社会马来西亚华人的立场来讲 我会觉得女人比较累 因为我觉得妈妈比较辛苦啊 要生孩子要做家务 真的真的真的 我就很想看一下那个逸琳怎么想啊 你说因为女人都喜欢被呵护 都喜欢被保护的 对于女权主义来讲的话呢 我为什么要被呵护 被呵护要看对象啊 不可能每个人呵护我 我都是说来吧呵护 哈哈哈哈 主恩你是不是也想 也讲得非常对啦 其实笑其实你真的是在笑吗 哭你又真的在哭吗 我们都傻傻分不清楚 不如我们将这个环节交给佩依来回答吧 哈哈哈哈 其实林杰就是说哭比笑好 因为有一句话叫叫做 笑口常开好事自然来 其实笑可以带来很多正能量 我觉得其实来到这边 已经没有办法说哭笑哪个比较好了 我觉得是真情流露比较好吧 会生也没有讲到东西吗 我啦 而且因为又要以谈天的方式 然后可是又要pass mic 我平时聊天不pass mic的嘛 对 对对对 这样子 了解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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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集预告 来到中期挑战前的最后冲刺 时尚们还会如何奋力备战呢 记得留守下一集 也就是最后一集的主播新世代真人兄 有潜能的这些参赛者包括像敏和他过去几天的表现非常的令人担心 我的脑袋就空白了几乎20秒我没有办法得到卓慧琴老师宝贵的意见 此时此刻我哭肿着双眼我的信心已经完全的分解了 观众不会觉得我原来的那些气质没有了而是说看见我更多元的一面至于是什么呢 Just say